同学们好,我是赵老师 我们这期视频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理 理想的理这个字的写法 首先第一步判断它是什么结构 左右结构,这是一个左右结构的字 那第二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左右结构的字 怎么把它写好看,是吧 它是左右结构,那我看我们来看一下左右各有什么特点吧 左半面王子旁 王子旁要写的怎么样 瘦长 王子旁要写的比较瘦长,狭长一些,对不对 那右半边理呢 显然这个理是这个字的主体部分,对不对 是不是的,它写的比较宽,写的比较大 比这个明显比王子旁要大多了,对不对 那我们写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分清主词 哪边要写的小一点,哪边要写的大一点 都要注意到 那这个理,上半部分这个头啊,稍微大一点点啊 有的同学,这个头要么写的特别大,要么写的非常的小,那都不太好看 诶,这个头你一定要大小要适中 然后下面这个短横啊 下面这个短横和这个理 这个短横是一样长的 然后下面这个长横 这个长横并不是放的非常长的那种长横 比如说中五的五那种长横 不是的啊,对,这个长横只是比上面略长,把上面给兜住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理字的写法 先写王子旁,瘦一点啊 略微倾斜 倾斜方向还得一致啊 然后你记住啊 这半边一定要对齐啊 竖 提出间 你看这个提和这个横 这半边都要对齐 为什么 因为而且不能伸长 为什么 因为这半边有个理要写 你是往这边伸展的话 这个理就容易给它打架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给右半边 给右半边要写的部分腾空 对不对 腾出空间来 然后左右两边对齐 要紧凑啊 竖 横折 你看大小是不是适中 横 横 横 对齐 竖 这个横你看 金句要一样啊 横的金句要一样 这些横 你看从这横到这一横 到这一横 到这一横 甚至到后面的最后一横 这个金句要留的一样啊 你看这 这个横和上面这个头 底方 是一样宽的啊 这个头 框是倒梯形 要注意 往里面稍微收着点啊 长横 到这就可以了 不要放的太开 哎 你看这样写是不是就好看多了 左半边要瘦 这半边是主体部分要宽一点 是吧 两边整体对齐 你看见没有 上面对齐 下面也基本上是对齐的 你看 提的顶方和这个横 是不是 对吧 左右两边基本是对齐的啊 写这个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这个字里面呢 它没有特别要强调的主笔 哎 整个 都比较收敛一点 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好 这个这一期 这个离 我们就讲到这里